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债收益率或将突破5%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料不入缓慢期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沙特阿美CEO中国石油需求前景看好 市场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CEO阿明 拉塞尔表示 该公司对中国石油需求相当看好 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政府推出一系列 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计划 沙特阿美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 目前已与中方合资成立多家企业 拉塞尔指出 公司看到航空燃料和食脑油的需求增加 特别是在液体原料转化成化工产品项目上 中国的化工需求增长 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项目 需要更多的化工材料 带来了巨大的增长机会 沙特阿美正在与合作伙伴一起投资中国市场 并筹备多项投资计划 拉塞尔认为 即使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在某个时候停止 总体需求也不会突然下降 而在这一阶段之后 很可能会出现一段很长的平稳期 顶尖经济学家警示 美股暴跌风险何去何从 美股今年一路狂飙 许多华尔街大佬警告股市可能出现泡沫 顶级经济学家David Rosenberg建议 投资者应关注关键板块 并在投资组合中增加一些带保险性质的股票 他指出 投资者需要谨慎行事 避免追随从众心理 Rosenberg建议投资者关注医疗保健 消费品 公用事业 航空航天 国防等板块 这些领域具有长期增长潜力 他还指出 大型科技股虽然有泡沫特征 但可以等待更好的价格买入 此外 他建议投资者增加保险性质的股票 如黄金和政府债券 以对冲风险 房地产投资信托也可能是对冲风险的好方法 多数华尔街预测人士预计 美股将继续保持强劲 但Rosenberg警告投资者不要忽视风险 保持谨慎和选择性 欧元再跌 欧元区PMI数据或将加速下跌 英集团的Chris Turner称 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出值数据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欧元 欧洲央行上周连续第二次降息 行长拉加德表示 PMI数据对该央行的决策至关重要 欧元区10月份 PMI数据将于本周四公布 如果PMI数据进一步证明欧元区经济正在衰退 欧元对美元汇率可能会维持在 1.08至1.09美元之间的弱势水平 目前欧元对美元下跌0.1%至1.0851美元 台积电强势发展将持续到2025年上半年 台积电第三季度毛利率高于预期 表明3纳米芯片生产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正在缓解 分析师预计 这种积极势头可能会持续到2025年上半年 预计2025年初台积电将提价 加上持续的高利用率 这将成为明年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华星证券将台积电2024年至2025年的收入预期上调了2%至10% 反映出对人工智能需求和领先芯片领域发展潜力的信心 不过到2026年 2纳米芯片增产对毛利率的压力将更加明显 目前台积电股价最新收盘报新台币1085.00元 三星LED业务出局大麻烦引线 三星公司今年陷入多事之秋 整体业绩未达预期正在对半导体部门进行业务结构调整 LED业务将全面退出 该业务主要生产LED照明模块及相关芯片 使用范围覆盖照明设备 LED 电视 LED和汽车 LED三大领域 但由于LED全球市场竞争激烈 业务表现持续低迷 逐渐失去竞争力 三星计划将资源重新分配到半导体领域 重心转向功率半导体和microLED等更具潜力的领域 但半导体业务部门所遭遇的危机更令其感到头疼 预计三季度营业利润约为9.1万亿韩元 低于市场预期的10.3万亿韩元 存储芯片业务占到DS部门收入的近80% 但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 全球存储市场进入下行周期 出现严重的供过余求 Dram内存 Nand Flash闪存芯片价格连续下跌 虽然2024年存储市场开始出现好转迹象 但业内却有不同看法 ASML指出 半导体市场的复苏进程比此前预期缓慢 预计将持续到2025年 国内一位代理三星存储产品的销售人员透露 今年上半年市场实际复苏情况并不明显 Dram Nand Flash等存储芯片产品依旧需要观望行情 三星在AI先进存储方案 HBM产品线上的成绩明显落后于SK海力市 虽然不断有市场传言称 三星已通过英伟达产品测试 但后续又被官方逐一否认 SK海力市当现在HBM市场所占份额最大 约控制46%至49%的市场 外部的存储市场复苏不及预期 再加上内部的一系列糟糕表现 都使得三星在资本市场遭遇严峻考验 股价已经跌去30% 市值蒸发近90万亿韩元 今年以来股价则跌去24% 三星急需拿出更多成绩来证明自己的技术实力 欧洲央行宣布利率续降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 Gedimonos Simcos表示 如果通胀下行趋势持续 欧洲央行将会进一步降息 他说方向很明确 减少货币政策的限制性 下化线Simcos无法判断12月会议的结果 但认为降息方向明确 市场压住未来几次会议将有一系列降息 特别是在通胀率低于2%目标 欧元区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 知情人士透露 12月行动是很可能的 Simcos认为 政策制定者将在未来两个月内 更清晰地了解经济趋势 俄方首度承诺 朝俄合作将遵守国际法 俄罗斯驻韩使馆发布声明 称俄朝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 不违反韩国安保利益 声明发布于韩国外交部 召见俄罗斯驻韩大使 抗议朝鲜向俄罗斯派兵一事之后 这也是俄罗斯首度对韩国国情院 公开朝鲜向俄罗斯派兵消息 作出回应 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关机轰 均于当天下午 在韩国外交部召见俄罗斯驻韩大使 表达抗议 以军锁定目标 炮轰真主党财卖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多地 目标锁定真主党金融机构 以色列军方表示 将扩大对真主党的攻势 金融机构为主要目标 空袭旨在打击真主党的经济体系及据点 重点攻击慈善贷款联盟的分支机构 据报道 这些袭击证实黎巴嫩人担忧 以色列将针对真主党的攻势 扩大到军事基础设施以外 真主党是黎巴嫩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之一 在本国拥有庞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网络 慈善贷款联盟是黎巴嫩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 提供小额无薪美元贷款 由担保人或所存黄金作为担保 许多人用这些贷款支付学校和大学的费用 以及婚礼和做小生意的开销 在黎巴嫩经济危机导致许多银行破产后 慈善贷款联盟的受欢迎程度上升 以色列已向黎巴嫩人民发布命令 要求他们撤离贝鲁特 以及离境内其他靠近真主党附属金融机构的地区 预计电商业务利润飙升4亿美元 Process首席执行官Fabitio Brozi称 公司计划在2023财年 从电商业务中获得4亿美元的调整后 息税前利润 并预计未来会有所改善 Brozi表示 2024财年该集团电商业务调整后 EBIT将提高4亿多美元 计划在本财年保持同样的步伐 实现4亿美元的调整后 息税前利润 他预计明年这种改善的步伐也不会放缓 本财年上半年 电商收入增长比2024财年加速 调整后息税前利润增长 约为上财年全年的三倍 Brozi指出 核心电子商务业务成为集团更大的盈利能力 和自由现金流来源 普拉伯沃任命新内阁成员 印尼新一届政府内阁成员 21日在雅加达独立宫宣誓就职 获得新任总统普拉伯沃的正式任命 普拉伯20日宣誓就任印尼第八任总统 并公布了53名内阁成员名单 将其命名为红白内阁 新一届内阁成员由7名统筹部长 41名部长和5名部级官员组成 最年轻的为34岁的印尼清体部部长迪托 阿里奥特侨 相比左科17内阁 本届印尼政府共设置48个部 增加14个部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至少有16名老面孔 包括统筹部长和部长 但普拉伯沃表示 他在选择部长时没有考虑背景 而是根据能力来决定去留 苏吉约诺被任命为印尼外交部长 这是印尼近年来首次任命 非职业外交官担任外交部长 每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或6个月内冲破5% T.A.Roll Price预测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 可能在未来6个月内上探5%关口 因通胀预期上行 和对美国财政支出存在担忧 该公司雇售部门首席投资官 Aerith Hussein指出 收益率曲线将趋斗 如果美联储采取浅度降息策略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将最快达到5% 当前市场预期收益率下降 Helland的预测与此相悖 美国财政部继续发行债券 填补政府赤字 新供应充斥市场 而美联储的量化紧缩政策 消除了政府债券需求的一个关键来源 如果美联储采取小幅降息 中国可能出台更多刺激措施 提振本国经济 进而推动全球增长 Hassan认为 投资者应当为长期美债收益率走高做部署 当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 持稳于4.08% 美国大选或影响股市走势哪些板块 美国大选激发华尔街交易热潮 讨论可能结果对美股影响 随着11月5日大选进入倒计时 投资者关注度转移到选举结果 可能对美股的影响 最新美国就业和通胀数据显示经济强劲 美联储无新利率决议 因此 华尔街近期重燃大选交易 讨论可能结果对美股影响 瑞士百达财富管理亚洲首席策略师陈东认为 选举结果随时可能变化 相关政策需要时间才能出台 政策效果无法预估 这种交易完全依赖市场情绪 变化也可能比较大 股票交易者年间的主编赫希表示 美股在大选年通常会录得上涨 但选举前后波动性将增强 威灵顿投资管理的全球投资和多元资产策略师杰克布森也表示 美国大选对美股整体走势影响有限 可能导致美股波动加剧 投行奥本海默挑选了五只特朗普概念股和五只哈里斯概念股 涵盖不同板块和industry 美债收益率或将突破5% 美国十年期基准国债收益率可能很快触及关键水平 T.Row Price固定收益部门首席投资官阿里夫 侯赛因预测 未来六个月内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将测试5%的门槛 收益率曲线将变得更加陡峭 侯赛因认为达到5%的最快路径将是美联储小幅降息的情况 这预测与市场对收益率下降的预期形成鲜明对比 凸显出全球最大债券市场的争论日益激烈 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最近一次触及5%是在去年10月 这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侯赛因还表示 美国财政部为填补政府赤字而持续发行债券 令市场充斥新债供应 而美联储的量化紧缩政策 则已消除了对政府债券需求的一个关键来源 侯赛因称 收益率曲线可能会进一步变倒 因为短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任何上升都将受到降息的限制 他预计美联储最有可能出现小幅降息 或者进入正常的宽松周期 抑或美国陷入衰退 刺激大幅削减开支 侯赛因建议 投资者应该考虑为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做准备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料步入缓慢期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可能在2025年进一步放缓 公共投资预计将下降 该国非住宅建筑业目前的强劲势头可能不会持续 通胀压力将是主要阻力 但最低工资上调可能会部分抵消此影响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下跌 拖累经济活动 此外 全球需求疲软可能会导致电子产品出口呈现逐步回升的态势 而服务出口增长可能会随着旅游业以后复苏的成熟而放缓 预计马来西亚2025年的GDP增长率将从今年预期的5.5%放缓至5.0% 在通胀上行风险下央行可能会保持利率稳定